欢迎收看观众新时刻 导播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一个靶船 这个靶船被打了一个大洞 而且这个靶船被打了一个大洞 导播再看这张照片 它是整个穿越了这张靶船 就代表说 今天我要打这张靶船 我要达到哪个位置 而且我有非常强的破坏力 而这个洞谁打的 是我们的熊山飞弹打的 我们的熊山一直非常的神秘 我们对我们熊山的攻击能力 我们熊山的破坏力 我们的军方一直是处于保密的状态 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的熊山非常不幸地 打到了一艘的渔船 造成了船长的死亡 可是这次之后 熊山飞弹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猪源 甚至它所有的效能 我们保密状态 没有想到今天 我们公布了这张照片 公布这张照片代表 熊山可以攻击 四五百公里支援的目标 而且攻击四五百公里的目标以后 我可以精准打击 而且从这个 导播我们看 从这个界面 从这张照片 你也可以看出 它的破坏力 非常的强大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 国防部还公布了 这是熊山 这是熊二 这是鱼叉 从熊二跟熊山 你可以对比 我们熊山的破坏力 比熊二跟鱼叉飞弹 都要大的许多 也就是 现在我们公布这些东西 这可以代表说 在未来 如果有战争的时候 当我们的熊山飞弹 真的可以扮演 航母杀手 真的可以扮演 整个解放军 军舰杀手的角色吗 好 这一段 在里面有两位来宾 加入讨论 第一位是 上周的总组笔 吕国珍 国珍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 居士专家 陈国明 国明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悠鸣 是 这张照片把我吓死了 对 我们节目曾经 介绍过熊山飞弹 可是刚刚讲 那时候是因为 不幸的 打到了一艘雨船 而且不幸的 打到了一艘雨船以后 造成船长的一个死亡 可是这次 公布于是 它居然可以在 四五百公里外 远程打击 可以打得非常精准 而且 它的破坏力 竟然这么大 对 我们刚才讲的 那时候熊山误打 那个渔船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它没有爆炸 它是直接穿越那个渔船 穿透 所以那时候 大家就想说 这太厉害了 因为它可以去研判 这个机体到底在哪里 那这一次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 我们厨艺的一个舰艇 这个舰艇 有没有穿透 一样穿透 穿透 这个照片呢 其实有两个目的 你看一下 这个 它是直接穿透 然后第二个 穿过去了 对 直接穿过去了 你这种舰艇 你既然 你这种外面蒙屏 是非常厚 你穿越第一个 竟然还可以穿越第二个 这表示说呢 它是非常有 这个续航力 然后整个 穿透力很强 对 穿透力很强 再来的话 这个弹 我们要看的是弹孔 这弹孔在哪里 上面 下面 下面这个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吃水线 刚好就是人站的地方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的飞行 跟一般的飞行不一样 贴水飞行 它是怎么样上去的 它是上去之后 是地面 海面上面 一路贴着 所以它是贴得非常非常紧的 如果你在往下面 不可能 因为下面是海嘛 可是它能够站的地方 就代表是它在水平面 刚刚好整个直接命中 所以导播我们再看 原来这张照片 有非常多的选迹 如果讲到 我从高空间 应该是直接打下来 你就不可能穿透 可是我刚才讲的 这是水线 我是贴水飞行 贴水飞行之后 我还可以平行的 如果我不是平行的 我应该是打到天花板 或者打到地下 平行飞行 如果我可以这样贴海飞行的话 你是抓不到 挡不住的 没错 这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上去 然后像开罐头一样 砸下来的话 你会面对到 很多很多的雷达侦测 你会往上叨叨叨 你就可以被打掉 那你这个东西 如果是贴水飞行的话 它们的雷达是少不到的 所以呢你才可以 这样子慢慢慢慢靠近 然后画面出来的话 我们就很可怕 进来直接中弹 这就是雄山飞弹 这就是雄山飞弹炸的状况 对 然后呢它可以天水飞行之后呢 直接水平面的一个命中 命中之后呢 还可以穿到另外一边的甲板 所以呢这一次让大家惊艳的是 雄山飞弹也太厉害了吧 另外来说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它这个距离拉得非常远 250海里 250海里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将近是463公里远 463公里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当初乌克兰那时候一直想跟英国要暴风之影 暴风之影分成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上国内用的 就是500公里 另外来讲 他们提供给乌克兰是250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给乌克兰的这个外交版本 我们已经突破了 而且我们的距离是到达 463公里 是接近他们自己国内用的 更可怕的是我们飞得这么远 还这么精准 还这么贴海飞行 所以呢这次雄山 把这影片公布出来之后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这真的是太有威力了 好 那我们这一讲 我就说 当时是一个在左营的海军 不小心按了按钮 让这个雄山飞弹飞出去 雄山飞出去以后 他就给你简单的坐标 知道当时雄山飞弹可怕在哪里 他到了这个海域以后 他会自动寻标 他会寻找这边最大 最有攻击目标的这个船子 所以很不幸的 攻击到了那艘渔船 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 可是大陆在讲的 渔船很薄啊 渔船的那个壳很薄啊 所以你就算打到旅船 你的战斗力 你的破坏力 也不见得可以展现出来啊 可是现在没有 现在是一个实打实的军舰 是一个钢板 是直接的甲板 直接穿透的 对 在那一次事情发生之后呢 其实包括以色列 都跟台湾这边来讲说 可不可以买雄山飞弹 可不可以拿到更多雄山的资料 但是从那次事情之后呢 因为社会上面有一些声音 所以雄山飞弹变得越来越神秘 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呢 在公布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呢 已经让大家知道 雄山飞弹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量 而且我们刚才讲 我们不是只有试色雄山飞弹 我们的雄山飞弹 我们的雄二飞弹 我们的鱼叉飞弹 如果照这样一个切入的计划 全部都可以贴海飞行 对 鱼叉在这边 但是呢 鱼叉飞弹它造成的破坏伤口 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 它达到的高度比较高 代表什么意思 它贴海飞行会稍微高一点 雄二飞弹呢 也是 但是呢 它的面积没那么大 但雄山呢 又贴海 又面积又大 所以呢 它的实力是非常强 那最后这一次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们有搭配这个陀螺椅 让它保持它的稳定性 你说呢 飞了 打出去之后 当然都很威力很强嘛 但是你要飞了400公里之后 460公里之后呢 你还可以保持完整的一个稳定 而且贴海 对 稳定的平行砸下去 那这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美国后来卖给我们这个 所谓的雷射陀螺仪 甚至还卖给我们这个 所谓的固体燃料 现在就是因为美国卖给我们 这个雷射陀螺仪之后 我们在远距离的攻击 就可以变得非常清准了 然后这一次还有一个 很厉害的东西是说呢 以前我们都要给 从基地来发射这个地方 那如果基地被对方给锁定了 怎么办 但是雄三现在来讲 都不一定要从基地 我们用大货车 大卡车 拉出去就好了 打带跑 对 打带跑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公布了一个缩时的画面 他们出去之后呢 要把这个飞弹车架起来 非常的快 不用几个小时定位 打击非常的精准 一条龙直接 这个车子出去之后呢 找到方向直接打 所以打这个把船的 我不是一个固定的这个发射点 我是典型说这个大货车 我是个飞弹车 载着我 载着我的以后 我找到了一个点 找到了一点后 马上锁定目标 锁定目标以后 我的飞弹架起来 发射就跑了 对 如果在暂时的话 我们甚至不用把前面的时间拴进去 为什么 在暂时的时候 可能全台湾的沿海 都会布置这种飞弹车 所以有需要就来打击 那么这一次除了雄3之外呢 雄2飞弹也亮相了 那雄2飞弹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它对比到了 乌克兰的海王星飞弹 把莫斯科号打掉的海王星 莫斯科号打掉的海王星 跟我们的雄3飞弹 雄2飞弹 是类似规格 对 当初呢 这黑海舰队的王牌 莫斯号被打掉 被打掉之后呢 其实俄罗斯就想说 他们到底是不是 去外面拿了暴风之影 还是去跟德国拿了什么的 巡异飞弹 不然怎么会打掉 我们的这个 黑海舰队的头牌的船舰呢 后来一看呢 竟然是海王星号 那么海王星号呢 其实它的一个 载弹的一个 载火药的一个重量 还有它整体的来讲 其实都跟雄2飞弹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雄2飞弹 打到靶船的位置 对 好 打的也是精准 也是漂亮 可是呢 要跟 跟海王星比 它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在这个里面 它公布的影片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 为什么会有卫星的画面 你打就打嘛 为什么会会有卫星的画面 当初海王星 为什么可以打掉 它们的莫斯科号 那就是因为 坐标给你了 对 它们有个坐标 它们无人机过去之后 锁定坐标 然后这个坐标谁给的 美国给的 给了坐标之后呢 这个海王星飞弹 就可以精准的 打击到莫斯科号 那么现在雄2飞弹 在它的影片里面 竟然也有卫星 也有卫星定位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只要你给我卫星的一个讯号 只要我们有无人机 可以先到对方去 把卫星 把它的坐标位置 给mark住之后呢 我们的雄2飞弹 一样可以像海王星飞弹一样 打掉对方的一个舰艇 好 导播我们看 这个就是 雄2飞弹的一些租源 租源刚刚讲的 它发动机段 发动进气口 在那边 关键是什么 我前面有两个关键 一个是我有 红外线的巡标器 第二个我有雷达巡标器 我有两个巡标器 我飞到千里之外 我就可以精准打击目标 这是非常神奇的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 当初海王星 怎么打到莫斯科的 它有一艘 它有一个无人机 无人机先飞过去 把定位给定好了之后呢 它才可以直接 按照坐标过去精准打击 那么过去大家在想说 我们台湾也能不能做到 在这一次一样 给大家来看一下 一样是可以 因为当时我说 我不是只要打到莫斯科号 我要打到莫斯科号 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是弹药库的位置 这也是整个你的所在 比如说炮管 炮管的第六个 底下都是弹药库 我不但是要打到 这个莫斯科号 我要打到这个位置 我要让你自体引爆 没错 这就是精准中的精准 在这一次里面的话 中科院把他的藤雲无人机 也拿出来秀给大家看了 藤雲无人机就很像 美国版的无人机一样 他们来讲 这个东西他自己 非常大一支 飞上去之后呢 谁来操作 我们的战斗人员呢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甚至像打电动一样 简单来讲 这个就是藤雲无人机 然后呢 我们的操作人员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就开始来操作 然后呢 第一视角可以开始来找寻 他可以把所有看到的东西 一层一层 帮你分析出来 告诉大家说 你第一层是甲板 第二层会不会有带弹药 如果我们把它分析出来之后呢 mark住之后呢 不知道打哪里 对 熊哥飞弹才可以 从贴海飞行之后呢 打到第几个甲板 才可以把他给精准打的打掉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他还有公布一个 战术的进程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呢 更厉害 他可以分析 他先拍照 一层一层分析说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基地 还是这个是有危险的 接着之后呢 更厉害的是 他已经 他可以自己带弹 他可以自己带弹 我不用 我不用把这个坐标回船 如果说这个东西 他经过他的分析 对 是可以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把他给打下去 我刚刚讲的 我是海上的船舰 我现在可以针对 路上行走的车辆 针对路上行走的车辆 这台车在跑 对不对 在跑的时候 我可以锁住你 锁住你以后 我才空中 我可以丢炸弹 对 可以直接炸到 然后呢 我们另外来讲的话 这次无二战争里面 弹簧刀 无人机是不是很 抢劲的风头 台湾也有 跟他一样 直接弹射出去 那么弹射出去之后 我们看一下 他有个第一人车 第一人车的一个角度 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自己不停的判读 比如说 我可以看到是人 人对我们的威胁不大 汽车的威胁可能是比较大 因为汽车有可能是 载弹的一个发射系统 所以他飞出去之后呢 他不停的来回传系统 像这个 他最后告诉大家说 CAR 什么意思 就是来CAR 他可以去把它标示出来 这个是human 这是CAR 然后呢 这是第几台 第几台的一个汽车 然后这个汽车 它可以辨识 对 它可以辨识 有没有载战的一个功能 所以他最后决定了 飞出去 就是飞出去 最后决定说 好 哪一个对我威胁最大 我就直接往那个地方 精准一个 就打下去 精准打击 那如果他可以加上AI功能的话 他就可以自己决定了 对 他可以自己决定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像这个画面 他就是一直在一个试算 然后呢 不停的演算说 这一台这一台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 就可以像是自杀无人机一样 可以直接把他命中目标 而且今天也非常难得的 展示了万箭弹 刚刚讲的万箭弹 其实就是我们的急速弹 这个急速弹 照一讲 它有点是被禁止的 可是我们还是错了 错了以后 他说这个急速弹 只要出去之后 会对对方的 这个所谓的跑道 对对方的所谓的弹药库 造成了致密的伤害 好 我们在乌二站中也看到了 急速弹 它一个可怕的影响力 好 过去来说的话 急速弹 主要攻击哪边 主要攻击它的战备跑道 但是这个画面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不只是瘫痪你的跑道 不只是说把跑道弄的坑坑巴巴而已 我们这次公布了 这个万箭弹里面 它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功能 怎么样 这个跑道上面 过去来讲只是在外面打掉 然后让你的战斗机不能飞行 我们这次是直接挖地 我们的万箭弹是直接进去之后呢 散开 从下面往上炸开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我们不只是破坏跑道的表面 因为你破坏跑道的表面 其实很快的 搏油就可以把它铺平 你看说两个小时就可以用快 但这次我们是往下挖之后呢 再往上炸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把它挖地的 而且呢不只是主要的弹头有这个功能 它有沾地弹的功能 对 它在所有的万箭弹里面 它所有的这一个火药的一个 火炮的弹药都有这个功能 所以公布出来之后呢 大家也知道说呢 其实我们现在这些火炮的一个进程 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所以 我们今天不做不做 把所有事情 压箱里拿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这些 包括熊二熊三 还有万箭弹一次公布 但是呢 其实它就是有点对比说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确实包括对方的航母 包括对方的战备跑道 我们都有机会 都有能力 而且可以快速瓦解 而且我们今天讲的 这次国布就透过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是武器展示的机会 空中飞的 水上的 这个路上 而且还有一个 我现在连 鱼雷都有了 对 我们水下的鱼雷也是经过不停不停的研发 在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只要能够做的就是 最基础的我们在水下 然后呢找寻目标 但这一次一样 出去之后呢 它会张开眼睛自己找 所以等于说天上飞了 海面上天海飞起来 海底下 我们一次都展现出来 好 国宾 刚才讲的 这个 我今天看了以后 我眼睛都一亮 因为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熊三飞弹 当时就是一个士官 士官不小心按了按钮 而且按钮上面已经有了坐标 所以它就飞到两百多公里外 飞到两百多公里外不小 它当时有寻标 找了附近最大的渔船 然后就把它打到了 打到了是打到船长的事 造成了船长的死亡 这当然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可是当时想说 熊三居然可以飞这么远 你居然可以精准地到达 你要到的地方 不但到底要到的地方 你还可以寻标 连渔船这么小的目标 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可是当时本来认为说 渔船很小啊 渔船很容易破坏啊 可是今天 这种战舰的破坏真的很难吗 而且我这个熊三飞弹 进去了以后 是直接的穿透 那我不但直接穿透 现在熊三飞弹 真的可以打得又远又准吗 是这样子 没错 我们看这个所谓的靶船 它是一个运输船 基本上讲里面是空的 那我们想象一个画面说 如果说今天我们命中的是 对方的比如说航舰的话 航舰里面有什么 有机库 有弹药库 那一旦命中的话 基本上讲那就不得了了 可能会训报 所以其实这个只是空船 因为空船的话 其实你会打出一个洞 但是如果说暂时 暂时你打到一个航舰 航舰里面有很多格差 有飞机库 有弹药库 还有燃料库 就是它打进去之后 穿透之后会训报 反正我跟你看说 原来熊三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那另外一面的话 说真的没关系 就大家去想象 这个是OK的 这个是OK的 那我们看到说 那张照片很有趣说 这张照片 这个是我们在监控山东号的一张照片出来 是谁 是我们的基隆舰 那你说我们的基隆舰上面 就有熊山飞弹 那如果我们的基隆舰有熊山飞弹的话 我们是随时可以发射熊山飞弹 然后集成山东号吗 那其实国防部也很故意说 其实你山东舰不是说最新的航舰吗 那其实我们基隆舰也是 盾位第一大的作战舰艇吗 那你用第一舰 我们也用第一舰去监控 这表示说它有宣传意义 那第一个说 其实我们应该说 两艘军舰共同框的画面说 第一个我随时能够监控 那除了水面舰之外 其实岸上我们刚才讨论过 岸上也有机动飞弹发射车吗 再加上如果说暂时 得到美国的卫星资源 说真的你要打哪里就打哪里 它的用意是这样子的 那另外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飞弹的整个信息 是因为在俄乌战争里面 用两个海王星的飞弹 而且两个海王星是在不同的地点 同时攻其当时黑海舰队的 这个所谓的旗舰 莫斯科号 居然两个飞弹 就把莫斯科号给集成了 但为什么可以集成 是因为我刚好就精准打击 等于说是第六个 什么炮管的后面 底下刚好就是它的弹药库 我就这么精准地打到弹药库 才让整个莫斯科号引爆 我们也可以打这么准吗 我不但是要打到你这招战舰 连这招战舰的哪个位置 我们都可以精准命中吗 因为基本上来讲 不管是三中舰或是说055大区 其实相关的舰点设计 只要你一出来 其实我们都有专家说 其实可以解构说 哪个地方哪个舱间 比如说01甲板02甲板 它的藏着什么 它放的是弹药库 燃药库 其实飞弹现在都很聪明 不要忘记我们晶片很聪明 晶片它可以记忆 它可以记忆说 这艘军舰长得什么样子 甚至它找不到目标的时候 它会去搜索面积最大的一些军舰 如果说这艘的样子长得不像三中舰 它就不打了 所以其实现在的飞弹 除了我们叫双导影模式 不管是红弯线 或者说雷达导影 它现在还有图像记忆 图像记忆 图像记忆说 透过晶片的智慧 透过晶片的结晶 然后让飞弹去记忆说 原来三中舰长得是这样子 辽宁舰长得大概是这样子 它还可以记忆 因为其实万一 我们发射出去的飞弹不够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选择最大的目标 那最有价值的目标 当然就是中国的航舰 或是说055大驱 这种大型的大型人军舰 或是说他们的075 这种所谓两栖登陆船团 像先把这种所谓大型军舰打掉的话 其实对我们会降低很多 那现阶段的反击飞弹 都这么聪明 好那另外就是这张照片 刚刚遇风特别介绍是 你从它攻起的目标 迁入的一个角度 它非常清楚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 国防部试作方面 贴海飞行 我们知道飞弹贴海飞行 是非常困难 因为海面上面的气流 是非常扰动的 是非常复杂的 我竟然 诶 看不看 我可以贴这海飞行 贴海飞行有什么好处是 你让这个船舰 防不胜防 对 其实我们都以为说 贴海飞行很简单 其实不简单 因为其实海面上会有波浪 其实飞弹打出去的时候 它其实下面还有高度计 它会随时测量说 这个飞弹离海面上有多近 那如果说靠的太近的话 其实你飞弹还没有飞到 飞弹就摘下去了 所以其实用高度计来计算说 这个飞弹跟海浪的高度 因为其实海浪会波动 所以其实你不要看说 一枚飞弹打出去 那飞弹射程 不是 射速很快 很快的话 其实你还要维持高度计量 这个都是科研单位 就是我们中科研非常努力的捷径 那当然陀融云 那个不算 就是精准度 光是高度计 对 就是测高 就是说你打出去的时候 波浪会有高高低低 所以其实你不能说维持一定的高度 比如说原本说离海平面两公尺 不是 你要随时跟动 因为海面上会波动 所以你不能说打出去之后 从发射地到命中地 还没有打到你就沉入海底 这个是不行的 好 那另外就是 你也帮我们带来说 这一次的国防展 不是只有说我们公布了 熊二飞弹 熊三飞弹 鱼杀飞弹 鱼雷 这些攻击目标 我们还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公布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云包甲车是我们八轮甲车 是国人自治的一个甲车代表 那现在没有居然出现四轮甲车 四轮甲车说真的 它的公益水准的话 说真的我们要一定的程度 就是我们军备局很努力 二零九场也很努力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 这个甲车的构型 就有点像现代化 现代化陆军甲车的样子 你看它上面 虽然说只能搭载四个人 但是它上面 那个叫机炮 机枪 这个叫遥控武器战 如果说必要的话 它可以设置遥控武器 那更有趣的是 后面它有个桅杆 就是桅杆 对 伸缩桅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暂时呢 它可以上面伸缩桅杆之后 它可以升级雷达或各种侦测器 所以其实光是一辆甲车 它就有这么威力 它就可以当作侦察兵 那必要的时候 你看它的智慧武器 说真的也超越我们现代化的甲车很多 所以其实这个才是我们陆军 目前未来应该朝向的方向 努力前进就是这样子 以前我也曾带帮过侦察派 我们曾带帮我们叫刀车 前面有个东西是挡那个线的 上面只有一个武林机枪 那个人在上面超级危险 每次死都死我们 对 没错 现在现代化的 我们叫甲车的发展 上面都是叫所谓的遥控武器 就RW 就是说基本上 人可以坐在里面操控 但是它的摄影相机 或是说光线真实器都很发展 就人类 人士兵在里面操纵 它就可以预敌了 那另外就是这一次 你说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观察 就是我们的无人机 而且我的无人机底下 真的可以丢炸弹 对 没有错 其实这个我们是特别近派 就是最近的台北航载展 我看到原来我们的建翔 建翔无人机 就是下面那一张 它居然它是后面 居然是用汉码车 做什么呢 它上面 对 就是把这个 建翔无人机 对 可以放在汉码车上面 然后里面塞多少 塞三枚 三枚就是说 这个建翔打出去之后 它自动弹力会弹开 就变成建翔无人机 所以其实说真的 我们这种科学也很努力 就航科所很努力 我们把这个无人机 给精进化 好 会成 另外讲说的 现在我们对待 现在的主旋律 就是中美对抗 而中美对抗的时候 竟然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杂志居然讲什么 他说习近平 最近不是都没出来吗 后来不是派李强 去参加G团体吗 那G团体的时候 不是跟这个拜登见了面吗 拜登竟然当着李强的面 直接跟他讲 习近平这一套 是行不通的 对 所以人家就觉得说 你拜登会不会现在 在人家李强面前 塞一瓶塞的实在太难看了 主要就是说 他当着李强的面 他当着李强的面 其实他那天 就是在G20的时候 有讲了一些话 然后现在也在变加 就是在传授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就讲到说 习近平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他年轻人 这个失业率实在是太高了 他计划经济 这样看起来 现在目前为止 一点都起不了作用 我对这个并不是很满意 因为他完全起不了作用 那事实上 他直接说习近平 你的计划经济 完全起不了作用 对 而且他后面 还有讲了一句话 他认为其实中国 讲白了就是你习近平 忙着解决自己的 中国的失业问题 所以没时间来打台湾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除了拜登有这样说法 拜登讲得这么直白 讲那么直白 而且已经不用把中国 视为是个重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了吗 没有 后来人家就在开玩笑 讲这件事情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现在感觉上 好像拜登看习近平 觉得你自己 没有时间 没有其他余力 可以来对台湾这个部分 进行武力 而且现在习近平旁边的人 真的出现了 我们不可知道的事情 之前火箭军出事情 对 他的这个所谓的后勤部出事情 然后那个所谓的 秦刚出事情 接下来刚刚讲的 现在他的国防部长 已经很一段时间了 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 对 更夸张的是 他新的外交部长王毅 也不见了 对 现在那个包括 美国驻日本的大使拉姆 他就在社交平台上 就推特写了一个很有趣的 都贴我的 他说什么呢 你看 他说习主席的内阁阵容 现在很像看那个 全世界最畅销的 那个侦探小说家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小说家 这个小说家呢 写了一些 一个小说叫做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就没有了 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块一块 你去台湾 我没有了 所以他就开始戏俗 先是外交部长 秦康不见了 再来就是火箭军的指导员 不见了 然后再来 国防部长李尚福 已经两个礼拜 没有公开露面了 那到底 谁要来解决 这个失业的问题 中国的年轻人 要怎么样去解决 找到工作 那习近平的内阁 感觉上自己就没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 现在大家会认为说 你的中国 现在感觉上 不管是你的经济问题 或者是你的人事问题 都动荡不歪 因为包括刚刚你讲的 那个火箭军的部分 一个一个重要的人 都不见了 现在连国防部长李尚福 也连续两个礼拜 都看不到人了 好 各位 今天拜登居然在G20的时候 当着李强的面说 习近平现在这个计划经济 完全起不了作用 这个是非常挑衅的动作吗 而且很妙的是 如果以前你讲 这么挑衅的动作 中国一定会跳脚 可是中国都没讲话 这件事情也没人报道 一直到了日本的计则 把公布出来以后 大家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是藐视对方 一个做法 因为基本上 大家也知道说 两国本来体制就不一样 那你今天拜登在那边讲话 其实是多余的 但是他在那里激怒你 为什么 拜登要激怒中国 习近平不来G20 你不会跟我谈 然后你也不来APEC 然后今天我想跟你谈 结果你都不出现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我藐视你 我看不起你 他用这种方式来做激将法 你看习近平为什么跳起来 然后哪一天就说 APEC我去了 所以这就是故意来搞他的嘛 但是说真的 因为最近习近平真的是不顺 因为很多官员不见了 那官员不见 是他自己提拔的官员 不见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官员一个一个消失掉呢 刚才讲的 秦刚不见了 李尚服不见了 现在连王毅都不见了 是啊 那王毅当然 现在如果 王毅都没有的话 难道还要把 七八十岁的杨洁篪 叫回来当外长吗 这是非常离谱的事情 所以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其实习近平是自己看走眼了 还是说 因为他的 只会用庸才 在这种庸才的情况之下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人一定出事嘛 那也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现在习近平 其实一个头 两个大 那问题 就是说 他也没办法去处理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干脆索性 我就不跟拜登见面 然后就 让拜登这样嘲笑他 我就关门当皇帝 拜登竟然会讲说 我要去睡觉 这的确是对他是一种挑衅 国赛 你最近到了中国 双周 这一期 就是用中国 来做你们的封面 中国评价俱受 反噬全球 有代表 中国现在 里面都在杀架 然后自己杀自己 杀得一塌糊涂 所有东西 我们在台湾以前 这样讲 跳楼塔拍卖 他们现在不是 跳楼塔拍卖 是跳到地狱大拍卖 他现在的词 叫做 往十里卷 往十里卷 对 所有东西都往十里卷 而且不是打折 而是折上折 所有东西 十块东西要卖五块 而且什么东西都要平替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这是晚上八点钟 是阿里巴巴的 所谓的河马生鲜 这个超市 晚上八点钟 准时一到 一大堆人跑进去 里面消费 为什么 因为八点一到 才有半价的商品 而且都是快过期的 即时商品 抢半价特价品 对 本来是25块的猪肉 变成十点九块 为什么这样 打对折 打对折 因为都快过期的 今天晚上过期的 所有人竟然等晚上八点 进去抢 所以所有的升线货价 全部都被买空了 这叫折上折 十块的东西 你要卖五块 才有人买 所以你看这里 所有的商品都是 四到五点九折 本来二十块的咖啡 卖八点八块 对 什么东西 他们就做 二十块的咖啡 卖八点八块 所以这什么叫 他们全部都叫 往时里卷 还不是内卷 所以他们最流行的词 叫平替 我苹果要平替 Nike要平替 我所有东西要平替日本 但是美国 平替日本跟美国 但是我一定要卖半价 所以现在很多台湾的厂商 接到订单 十块钱的报价 全部都要砍成五块钱 完全都要内卷 所以我现在在中国的消费能力 真的已经变差了 我的消费能力变差了以后 我这要用便宜来吸引人了 对 我把所有人都卷死 我最后活下来就好 你到了中国去 你要叫滴滴打车 就你跟他讲说我要五点 他早上五点就来了 你知道工作有多缺吗 抢工作抢有多竞争吗 我那天从广州东回到酒店 我跟同事商量说 五点半我们搭飞机回 要到机场 结果师傅一听到 你们五点半要去机场 我明天来接你好不好 你不是直接叫车叫滴滴打车 是你跟你后面的人在聊天 师傅听到以后 他就来抢单了 我们从广州东车站回到酒店 说两点半我们明天叫车 我们从酒店去机场好不好 结果师傅一听到说 我们明天来接你好不好 我们说我们三个人要叫两辆车 没有问题 我明天来接你 结果我们想说 五点半要飞机 你哪里面帮他接我 结果半夜两点半电话响了 半夜两点半 我还以为查水表 原来卫珍说我没有办法回台湾 最后一天竟然被查水表了 结果师傅打来 说我已经在酒店楼下了 半夜两点半 半夜两点半 我说对不起 是下午两点半 我们是五点半的飞机 你是下午五点半的飞机 可是那个师傅听到以后 以为是你早上五点半的飞机 所以他半夜两点半就来接你了 两辆车半夜都跑来抢这笔生意 138块 我们实在很抱歉 跟他说对不起 我们讲错了时间 可是我应该有讲才对 反正他就来了 那他下午还来了吗 他下午来 没关系 我两点半再来接你 为什么呢 我就问他说 生意真的不好吗 封控的时候 我有三度三个月 完全一毛收入也没有 现在好不能有一个 138块人民币 拉比较长了 我当然要接这个生意 所以吓死我 我以为查水表 结果原来是抢生意 抢工作 抢得非常的凶 而且他们这种高度竞争 在这个电动车更明显 你知道整个中国一楼的大卖场 现在都没有在卖名牌 没有在卖奢侈品 全部都在那边 电动车 电动车卖多少钱 12块的电动车 还要现金折2万2 等于这一台车才40万人民币 很多车是 12万还要折2万 等于才40万台币左右 你看这就可以把电动车买回家 而且现金折还可以谈价格 更可怕的是 全部都用双B的等级的东西 这是未来汽车 荧幕这么大 座椅这么高级 完全是真笔座椅 完全是双B等级 只卖Toyota的价格 所以我们去看 这个设备有多好吗 这个椅子有没有在冒烟 里面有AI伺服器的风扇 只有双B等级才会有风扇 而且里面要完全静音 要卖到多便宜 我们来看这里就可以知道了 看到这辆车 大家以为是台湾最流行的 MPB的豪华车 LM跟Alpha 在中国大陆 NASUS的LM 卖650万人民币 Alpha Toyota比较等级 卖400万台币 结果广州汽车 卖一模一样的车子 80万台币 为什么差这么多 60万的 654万 Toyota的Alpha卖80万 ToyotaAlpha 而且这是广州汽车自己推出 广州汽车就是广州丰田的大股东 完全都不演了 直接Copy自己广州丰田的LM跟Alpha 而且用600多万 400万 我直接卖80万 完全叫什么 往死里卷 我用最好的配备 最好的车子 我就是赔钱 我一定要把车子卖掉 好 董事长 今天拜登居然对习近平的改革 这么没有 这么看不起 然后那些中国真的 为了杀家 为了抢市场 杀得拼命地往死里卷了 所以拜登这一次出 到亚洲来 最重要的地方 他到了越南 越南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直接 等于说打击到中共的心脏 越南跟他的关系 你看看是什么关系 因为美国总统到越南 争取到越南的将来的军售的权利 所以越南会改成美式的装备 真的假的 他不是苦大仇生吗 这个不得了的大事情发生 因为他其他国家都不见得 一定会跟他跟中共干嘛 对 那两个国家 越南跟印度 印度 这两个一定会干到底的 对不对 那越南是特别会 一定会 特别会动手的一个国家 对 所以他就跑到越南去 讲一些奇怪的话给大家听 他又访问越南 参加了这个集团体 对不对 然后他就在那边烧火 把那个火烧了一片起来 可是现在拜登对习的态度 是非常的恶劣的 对 因为包括你刚刚提到的电动车 那也是个大问题 电动车我们前两天 看到了慕尼黑车展 慕尼黑车展不是讲了吗 变成中国车展 对 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要用关税对付你了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在欧盟委员会召开专案会议 就开始要调查这个中国电动车 补贴 补贴请销欧洲 那我现在请问你 你知道你知道 中国电动车现在外销市场里面 最重要是哪里 欧洲 欧洲 而且还集中在几个欧洲的富裕国家 对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瑞典 瑞典这几个有钱的国家 但这几个国家就会了 开始在开始调查 你是不是补贴 因为它整个电动车 它外销到这个 一台一般车平均价格 它外销到欧洲价格多少钱 你知道吗 多少钱 两万美金 大家说你这样子再搞下去 结果欧洲的汽车产业 就完蛋 通通倒闭 然后买谁的 中国大陆 请销全球 所以这个中国的经济 跟中国本来有一些生机的 欧洲的电动车的习近平经济 可能要面临到一个更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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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